人事的 坐我的車 觉得安全 肖黄奇已经举办发片记者会 渴望体验人生百态的他 除了现在MV化身刑警 更在全新推出的 没事的MV化身司机阿琪 让肖黄奇兴奋表示 很开心能透过新专辑 议员在路上奔驰的梦想 我们是真的 真的跑在街道上面 那就是真的是人生的第一遍 第一遍开车 这件事情是非常好 我知道我常在开车 但是真正第一次开车 我觉得那个心情是非常过瘾的 警察有来 然后想说奇怪 然后就来盘问一下 奇怪你们在干嘛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其实是 很想要让他开一张单 开一张无照驾驶 但是 对 因为想说 我本来就没有驾照 开一张无照驾驶 然后把它拍下来 我说人生被第一次开无照驾驶 乐于解锁不同职业的肖黄奇 还说想挑战这个 厨师好了啦 厨师这么爱吃对不对 没事的大家一定应该可以吃 对 对 切菜我有学过啊 只是因为一般都是一般人会比较害怕而已 对 我如果拿起刀来 大家就会说 小心 那不然我下次我去送Uber 好了好不好 好 对啊 诶 骑摩车 我也会被 那个啊 无照驾驶会被开单啊 对啊 其实就是 就会怕这样而已 对 感情诈骗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你有啦 大家怎么骗我 我怎么聪明 我 你是不是骗别人 不是 我骗 我没有骗 我没有用感情骗别人 我倒是因为就是 最近就是 大家不是说AI那个很聪明吗 然后我就 我那天我就是做了 用了一个软体 然后我就录了 录了一个声音 然后录了一个声音 我就放 我就传给我一个盲人朋友 我就说 诶 这个女生想要认识你 然后 你可以跟她联系这样子 然后我就录了 就是用我的声音 然后录完的时候 我把它变成 一个女生的声音 我那个盲人就 朋友就是好兴奋 她说 诶 你赶快介绍给我 她说 真的齁 你要 你要跟她联系齁 然后后来 我后来跟她讲一讲 讲一讲说 我把你骗的 那都是我的声音 被我骗的 当然就是三字经 对啊 记者林英文成的新采访报道